哈喽大家好我是Pricia 欢迎回来 最近极光粉加棋盘格挺火的 作为美甲博主的我当然不能免俗 这期就来做一下这个简约棋盘格美甲吧 首先依旧是土底胶 在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上先涂一层蛋白色 接着叠加两层玩卡195 我喜欢195两层的颜色 但觉得涂两层显色度不够 涂三层颜色又太深 所以就先涂了一层蛋白色打底 涂一层免洗封层 这是普通极光粉蜜柑橘 可以直接用纸腹上粉 然后轻轻将假面打磨出光泽 这个粉需要稍微打磨得久一些 扫去多余粉末 涂上一层底胶 再涂一层封层 这个指头就完成了 中指和无名指不用涂颜色 底胶后直接涂一层免洗封层 然后用纸腹蹭上同样的极光粉 这里应该先扫去多余粉末再涂底胶的 我拍漏了 不过聪明如你一定也知道 下面来画棋盘格纹 先在假面上对称点六个点作为定位 然后把六个点两两连起来形成两个小格子 接着延长小格子的边长 这样棋盘格的框架就画好了 下面的工作相对简单一些 就是给小格子填色 这让我想起来 这个动作有点像小时候用填字格时干过的事 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还用不用填字格 由于时长关系 给剩下的格子填色的过程就不放出来了 只需要注意填色实际的将格子错开就可以了 色胶会让假面不平整 这里用夹固胶找平假面 最后涂上封层 这个就是整熟效果 这款美甲好看是好看 就是挺考验基本功的 我后画的中值就比先画的无名值好看一些 所以多加练习总会画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大家喜欢这款美甲的话也一定要试试哦 可以在我的社交平台上at我 让我看到你的作品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关注点赞转发来播 我是Putisha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Bye